有请下一位 范士奇 李渭州 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是演员范思琦 我叫 小 许艾州 白映于中国 在学校学院 表演之一 我演过的北斗总裁 两位 豪炒 五位 豪炒是什么 小丑 两位 小丑 现在同时 都是一名歌手 只能开过 狗 狗场 狗场 衣裳委 狗场演唱会 狗场演唱会 我只要狗场 狗狗场 我开过狗场 你这身心还好 网友送我一句话 搬引主国 某人们 一照垂震 天下痕 准备着 我准备着 雅狗 广东话 我 有何人 没有话 他 变成绝了 我觉得大家敢站在舞台上 尝试这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就都值得回来 真的 我觉得他在表演方面可以 很放松 很自我 有满皮的人 是吧 是的 因为我觉得人活着 嘴根要害身 做人跟做演员 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吧 做演员那么开心 就很难搞的 做演员真的不是拥有 太开心的人生 平常你说你一直 情绪都在高点 任何场合里都是这样 你观察个周围的人吗 我特别喜欢观察生活 你观察的点是什么 就是那些包袱 那些东北人的梗 老奶奶依偎在老爷爷的身上 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 然后幸福的表情 有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 有开解 有问 有好奇 有吗 我的意思是说 演员真是一个面团 你怎么捏 他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把自己定成了 我是一个高点快乐 你就别怪人家 永远给你这个角色 因为你在平常放出来的信息 就告诉人 我只是这一个人 好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先生 丁卫舟 我听到一个事情 就说我没看过 不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名字 就形容你是 人比你的作品火 有没有听过人家 对人家评价 我觉得可能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没有把 说得难听一点 我没有配得上 一个好的作品 就是能够有更好的作品 展示给大家 所以我也一直在 往这方面努力 希望就是能用作品来说话 我想求证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刚结婚了吗 对 我结婚了 在你现在这个年龄 你才不到三十岁嘛 你当时没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如何考虑的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做演员也好 做歌手也好 最后归根到底 还是回归于本质 又回归家庭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吧 更多的是担当起来 所以不管在外面工作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为了自己的家 所以我希望能够 把这份责任担当起来 说得好 说得好 很老实 对 我喜欢 比其他的说 我没有女朋友 没结婚 只是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你比他们好得多 老师们 你们好 我是薛凯琪 我本身读书的时候 是读装置艺术 所以我就弄了两个 就是这个 给你们看 那边是讲我 作为一个演员的人生 我第一部演的电视剧 薛景雄心 还有一个就是 打爱你的电视剧 心不了情 然后这边就是我本人 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爱画画 以前画画是给我去发泄我的情绪的 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抑郁症了嘛 然后抑郁症对于观众来讲 我可能就消失了一段短暂的时间 但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短暂的时间让我得到了更多 现在我看人生就是面上不好的东西得会有它的好处 所以我现在就变坚强 谁说你是香港最后一个小女 最后一个小女 香港的小女 死掉了吧 全部死掉了 你剩下的一个 粉丝说的 不是我自己说的 现在我感觉你还是小女 对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今天看到 死一死一死不可能 我以为你三十岁 对 凯奇的外形很好 他很显小 这是演员的其中一个优点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凯奇啊 那你今天真的我跟你都熟 我们抬开来问 不做作 也不拐弯了 你今天来这里干嘛 想要什么 我真心 就是 我好像是四十还是四十一生日了吗 的时候我参加过就是有一个 就是也是唱跳的比赛 然后我就发现 就算你多老都好 或者多年轻都好 就是人去强迫你的时候 原来你可以唱跳一件 你以为你不可以的 我来这儿的时候 除了就是我有很多TVB的剧 我喜欢 但我觉得 我想要长戏一些 可能公司也没得考虑 我也没得考虑 然后就演去了 然后就 对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其实我在三十八岁 那时候突然没戏牌 我在怀疑我自己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藏在家里 我也跟你一样有犹豫症 我整整五年 五年 对 五年没办法出门口 可是有一次真的我做了错事 我自杀了 我自杀了 我家人踢我返门 把我救了 不敢送医院 怕新闻出去 当我救了起来 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 我看到我妈整个脸肿了 哭得肿了是吗 哭得肿了 整个脸肿了 我妹也肿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有病 而不是因为社会淘汰我 是我淘汰社会 我那时候整整用了三年我读书 我整理自己 我让自己有神采 我再重新敲门 从来不做的事情 我去敲门 有没有啊 有没有戏给我啊 几天也好 后来挺尴尬的 四十一的时候 当街不行 当妈不行 我相信你现在也是有这个尴尬期 没有啊 我感觉他没有 其实我听你紧张 我就觉得那么勤快 条件那么好 可是在四十一 还让人家觉得你是小女孩 其实这是一个门卡 卡死 我只想提一个意 就是说我不想看到你 往后一直没 伽 伽 再次